我们来考考大家一个问题哦 当一位不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吴先生 跟一位具有原住民身份的郑女士 他们结婚之后所生的孩子 跟爸爸姓郑 请问他可以取得法定的原住民身份吗 可以 不可以 答案是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法律有规定 还有原住民血统啊 怎么不会是原住民 这个问题 甚至还进到宪法法庭 成为一个国家宪法层级的议题 我是鼓乐乐 欢迎收看原事有意思 快速简单认识一个原住民族议题 这一节我们就来聊 从宪法法庭的判决 看原住民身份法的议题 进入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快速了解 关于原住民身份法的争议 在台湾 如何认定谁是原住民 其实是有法律规定的 而这部法律就叫做 原住民身份法 其中在第四条规定 原住民跟原住民所结婚生下的孩子 取得原住民身份 但是在原住民跟非原住民结婚生下的孩子 却必须从具有原住民身份的父或母的姓氏 才能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回到我们开场时提到的例子 不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吴先生 跟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正女士 结婚之后所生的孩子 她的姓氏要跟着母亲姓正 不论是直接改姓 或者在原本跟父亲的姓前面再挂上母姓 这样才可以取得原住民身份 或者不取汉姓汉名 直接使用原住民传统名字登记在身份证 就可以依法取得原住民身份 但是这样的法律造成一个情况就是 小孩的父母亲其中一方有原住民法定的身份 所以这位孩子很明确的 拥有原住民的血统 却因为姓氏的规定 让这位孩子无法取得法定原住民身份 造成了原住民妈妈无法生出原住民小孩的特殊情况 根据统计资料 类似这样拥有原住民血统却没有原住民身份的案例 在全台湾大概有9.5万人 其中就有三个案例 透过法律诉讼的方式 最后进到宪法法庭 这件案子也是司法改革新制后的宪法诉讼法 在今年初正式上路之后 第一场宪法法庭举行的延迟辩论 在这场延迟辩论的过程中 认为核宪的这一方 也就是身份法的相关机关 原民会他主要是说 要取得原住民身份 除了拥有血统之外 你还必须表现你有这个认同 而目前的方式就是透过取姓氏 或者取传统名字 要符合这些条件之后才可以有原住民身份 原民会也说 特别做这样的限制规定 也是为了稳定 具有原住民身份之后的整体社会资源分配 另外认为现行规定违宪的这一方 也就是视线申请人的这一派 他们主要是说 身份是与生俱来的 不是国家给的 有血统就应该具有身份 这跟取什么姓氏或取传统名字 与是否具有原住民身份 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是要分开的 宪法法庭在今年4月1号宣布了这个判决 大法官认为 原住民身份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于取得法定原住民身份 还需要与姓氏绑在一起的条件 违反了宪法保障原住民身份的认同权 还有平等权的意志 所以判决结果就是违宪 大法官也说 相关机关也就是原民会 必须在宣判日之后的两年之内 依照这份判决来进行修法 如果在限期之内没有完成修法 那原住民身份法的这些相关规定 就会失效 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结婚所生的子女 可以直接办理登记 取得法定原住民身份 大法官做出这样判决的原因 我们用很简短的方式来说明 是因为大法官认为 人格权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血统是比国家或法律在出现之前 就更早就存在的自然事实 而血统又跟所属群体的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 所以这些都是受到宪法对于人权所保障的范围 基于原住民的特殊地位 在身份原则上 因为自我认同原则 反观身份法的规定 取得原住民身份 还必须透过姓氏或取传统名字 来作为是否具有认同的手段 是一种不适当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你有原住民的血统 你也认同自己的身份 那你就可以取得法定原住民身份 国家并不能去限制或规定 你还需要透过取名字 来表现你有这个认同之后 国家才承认你的身份 大法官也另外补充说 原住民身份跟原住民福利 两者的连结是可以分开的 这部分未来可以透过修法的方式 再做更细致的处理 我们连续两集谈到今年的宪法法庭 与原住民身份法相关的宪法诉讼判决 但因为篇幅的关系 所以精简了很多非常重要的资讯 但我们希望先透过粗浅的介绍 让大家有基本的认识 未来有机会 我们会再做相关主题的短片 或者你也可以到底下的资讯栏 里面有我们过去做过的Podcast的专访 以及原始新闻制作的专题节目 那里有更深入的讨论 如果你对今天的主题 还有其他的想法 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是古乐乐 我们下次再见